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四国地方人口最多的城市 松山拥有温泉 普及 城堡 普叉 文学 金智观光大使巴里桑也身兼爱院一羽观光大使 曾经在2012年获得日本全国吉祥物大赛冠军 在车站建道与台北松山车站地结友好战纪念 市中心的爱院县厅社本馆于1929年竣工 爱院县厅社虽然是政府行政机关 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可以免费登记入场参观 内部保留竣工时的装潢 喜爱古迹建筑不妨一探究竟 市政厅前这台车彩绘着 爱院县的吉祥物密甘犬跟他的伙伴 非常吸引目光来此不妨合照一张 松山路面电车由一羽铁道公司所经营 创立于1887年 日本现存第二历史悠久的民营铁路公司 上上个世纪就服务人群已有百年历史了 只有四国周游券或是Coco Rail Pass可以免费达成 松山市店正是名称为一羽铁道室内线 主要分为五条路线 城北线、城南线、温亭线、大手亭线、花岩线 涵盖了松山市区的主要区域 包括著名的松山城和抱和温泉 是当地居民通勤与旅客旅游的交通工具 前往旅馆寄放行李的路上 经过城山公园又称库之内公园 中世时代领主居所的周边所成立的聚落 平常市集称为库之内 坐落在公园里的NHK地方分局 门前的吉祥物多摩君 多摩君的名称来自日语平常的招呼语 多摩你好 在公园我遇一位日本七十多岁阿姨 用手机翻译聊天 阿姨说她有来过台湾 可惜没有录到这一段 在住宿的旅馆放完行李后 搭乘路面电车来去到道后温泉 近战这台Moha 2000行 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车头灯 当初在京都而非松山开始运作 在1979年 她飘洋过海转移到松山一里铁道 目前还有五台鱼至今 虽然声音有点吵 这声音代表着岁月过往 吵杂着点缀了生活日常 乘坐五号线到达终点站道后温泉 感谢这台1964年制造服务至今的古董 走出车站映入眼帘的就是少爷列车 以异于铁路当年的蒸汽机车为模型制作而成 因为项目数十的小说 少爷 也有描写登场人物搭乘这辆列车的情节 所以被取名为少爷列车 少爷列车有实际在运行 但仅限于周六周日与放假日 大人1300日元 而同650日元 到访这天为礼拜二 很可惜无法搭乘 车站对面即是温泉商店街 知名的少爷机关中也在此处 在1994年为了纪念道后温泉本馆百年所建造 机关中的外观是以道后温泉本馆 最上方的太古楼 正路格为原形 日本近代文豪项目数十的小说 少爷中的人物 会在整点时随着音乐陆续登场 从早上8点到晚上22点 周末及国定假日为每30分钟一次 在夜晚会打上灯光 可以观赏与白天截然不同的魅力 机关中旁还有道后温泉的足汤 不防顺道来泡泡足汤 来此游玩会遇到很多关于少爷这部小说 项目数十这部小说 一个物理学校现东京理科大学毕业后 到松山乡下任教的男青年的个人经历为故事主线 主人公少爷脑子单纯一手蒙骗 却富有正义感拒绝向世俗的种种虚假低头 同时在到不慎开化的乡下任教之前生活在现代化的东京 对眼前的种种衣服的习俗处处看不惯 与富含真性情的同事结交 与学校的几个过衣服或龌龊的同事们明争暗斗 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又夸张滑稽 割划出当时教育界人物之众生像富含讽刺一味 少爷为项目数十发表于1906年的长篇小说 被认为是日本当代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 故事背景又与自己的经历相关 项目数十28岁时到四国爱院县松山东高校任教 而且本人生于东京 与小说主角少爷相似 让这小说有点半自传的味道 经过商店街遇到果子店 小说 少爷当中主角来到后温泉 泡汤一定会吃马鼠丸串 命名为少爷丸子的彩色糯米团串 因此成为到后温泉常年备受爱戴的伴手礼 寻访午餐店家中偶然发现 隐身巷弄里的小餐馆 有一位可爱好客的阿婆经营 无菜单定食每个500日元 有主菜配菜汤白饭卖茶 饭后有咖啡冰棒高CP值 饱餐之余也感受阿婆的温情招待 在一边逛街一边欣赏有趣小屋时 到后温泉转瞬映入眼眠 位于爱院县松山市的到后温泉 女神户游马温泉 何戈山白冰温泉 便列日本三大古汤温泉区 最为人所知的就是神隐少女中 汤婆婆的游屋的灵感来源 同时也是日本文豪夏木树时的小说 《少爷中场景》的到后温泉本馆 建成于1894年 夏木树时在28岁1895时 曾在爱院县担任松山中学的英文教师 当时他经常到访到后温泉本馆泡汤休息 这也成为了小说少爷的灵感来源 我们来此时很幸运 原本预计2024年底完工的整修工程提前结束 足足花了5年完成 到访前7月11日全面开放 可以看到这拥有百年历史到后温泉本馆全貌 偶然发现车站直走的一座神社 而且很有趣的神社的阶梯与道路成一直线 沿着135阶的石梯爬到镜头 溢入眼帘的鲜艳珠红色建筑物 是日本三大八番造建筑物之一 经过商店街遇到果子店 俊传为天皇与皇后来泡汤时的休息处所改建 加等加明作为首带的班主 雕像势力在烂车站入口处 入口处旅游可爱骑马逆牌 由东宇口登城道前往松山城 这里有两种选择 缆车或是吊椅 搭乘缆车约三分钟 吊椅约六分钟 来回费用成人520日元 两种即可搭乘 来回费用成人520日元 耶 好 要干跟摇 今天不准备 让你开一门 天� Bean 天ー 天雷 能不能够 天雷 天雷 即使在日本夏天一样炎热 来到土产店来个抱冰休息一下 与太阳火热的视线暂时得理 作为一个拥有 日本一百名城 日本赏英名所一百选 日本历史公园一百选 日本现存十二座天守之一 松山城的魅力 让我们深历其境亲自体验 松山城于1602年由作为剑阅七勇士之一 战国武将加藤家明起造 历史于25年新建完成 松山城位于松山市中心 本玩载标高132公尺圣山城山山顶 进入天守隔门票成人520日元 据实和错综复杂的高耸城门让人敬畏 松山城的连历天守是木墨时期在日本最后建造的天守 形势受到了江户时代初期建筑风格的影响 与记录城合格山城并称为日本三大连历式平山城 天守占地不小 很值得买票进来参观 年轻怖下来参观 王王王你 秦梨 这门有意思耶 我是不要ils 三两入 馬上加水 樹橘 遮瑕 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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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天守队内除了有展示着加藤家与九松松评价的历史文物之外 还有当初使用过的刀剑 盔甲等等文物 一代城主的武器展示 这里还有盔甲穿戴体验 来此不妨尝试看看 研究天守的空间配置 讨论试点躲藏的地方 这两个好辛苦 来摇文有头肺 可能就是有两个小兵在那里射 这边射不往下射 这边射不往下射 就是一个勾子 这边射不往下射 这边射不往下射 面前个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车厢看出去 东南西北分别有不同的风景 原本外国旅客持护照也是可以免费体验一次 在2024年3月更改为500日元优惠价 下一集我们将回到德岛 欠赏阿波5 坐渡轮返回河科山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